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众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台湾健康城市继高龄城市友善城市评选结果出炉 新北市中和区公所以防疫社区新思维防灾建构好韧性主题 获得台湾健康城市韧性与创新奖 以疫情期间积极防疫作为荣获肯定 守护市民朋友的健康 我就请专人跟您联络 看怎么样取得您的药局处方签去帮您领 今年初新冠肺炎防疫疫情拉警报 人口超过40万人以上的新北市中和区 将近上万人居家检疫 为使检疫民众安心 也让居民放心 中和区号召500多位志工成立居家检疫关怀中心 再加上其他积极的防疫作为 受到国内外媒体瞩目 包括日本NHK 德国之声相继报道 防疫积极表现再加上中和区公所 连续获得卫福部国民健康署 举办的台湾健康城市 继高龄城市友善城市肯定 今年在以防疫为主轴 建构韧性城市具备的全方位私粮 以防疫社区新思维 防灾建构好韧性主题 获得台湾健康城市韧性与创新奖 并获邀在颁奖会场上进行专题演讲 那今年的新冠肺炎里面很重要 国外有很多封城 那台湾没有 台湾没有新北市有一个兵器推演 那中和是用封城的一个演练 所以我们针对十二管道 做封城前的宣打 防疫 防灾 还有低碳 绿能 节能减碳 水环境 水资源 还有就是文化跟高龄化了 这样的一个七大议题 我相信这七大议题对整个中和建构一个 任何灾害的容忍力跟回复力 我相信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那特别是今年是全世界这个新冠肺炎的这样的一个蔓延 非常的严重 那中和也今年以这个防疫的新思维 社区防灾的建构一个任性城市 所以在整个议题设定上来讲 我们今年很重要的就是在整个防疫的作为 中和区去年荣获台湾健康城市 继高龄城市友善城市敬老奖 今年则因防疫机制完善 成为基层防疫标杆 全国任性城市的新榜样 将争取明年西太平洋健康城市联盟奖项 及永续城市的双目标 不仅要让世界看见台湾新北中和 也让中和成为更宜居城市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109年全国冠军茶您喝过了吗 好茶就在新北市 新北市农业局邀请全国制茶技术冠军 以及在地茶师举办冬茶互动式展览 邀请民众品尝最亲的冬茶 品尝冬茶你一定不能错过今年新北市冬茶 新北市连续十年荣获全国制茶技术冠军 茶叶生产面积750公顷 年产量400吨 不仅是包种茶的发源地 出产的好茶品质受肯定 名副其实的冠军茶香 透过活动邀请大家来喝好茶 其实跟世界上各国的产茶区来看 这个量是很少但是非常的精美非常的棒 另外浅色这个是文山包种茶的那个做鲑鱼送的 鲑鱼 这个虾子这个鲑鱼 对对对 特别用我们的蜜香红茶跟文山包种茶 然后去做入菜 里面有鲑鱼的口味跟虾的口味 然后民众可以到上网去预购 到我们平林的活动现场做取餐 喝好茶还不够还要享美食 茶也不止可以泡茶 还能够做成美食享用 推出限定茶香点心 还有台式日式两款可选择 特色茶风味多变化不能错过 而产茶文明的平林地区 区长周庆珍邀请大家到平林走走 评好茶 好吃好玩的摊位会过来 我们今年连胖卡 可爱的胖卡 年轻人喜欢的胖卡 我们也开到了平林 所以呢 我在这里呢 要代表我们新北包种茶香的 所有的区来欢迎 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 在12月5号6号12月12号13号 邀请大家到好山好水 好茶好人情的平林来做客 今年雄七夜冬茶错过可惜 12月系列活动在平林产地登场 想要找茶寻茶香 就到新北平林走一走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第五届音歌创意绘画比赛 颁奖典礼热闹举行 200位入选的小朋友 在家人陪伴下一起来领奖 今年特别的是 有三位里长的孙子孙女获奖 在里长阿公的陪伴下 接受表扬也成为地方美谈 我们的精美陶子 都必须要经过这个火焰的考验 在里头可以联合成 展现出来小朋友的用心 小朋友的美 第五届音歌创意绘画比赛颁奖典礼 在音歌幼儿园小朋友的 讨摇滚世纪的表演中揭开序幕 200位获奖的小朋友 在家人的陪同下一起来领奖 并开心的在自己的作品前合影留念 我就喜欢在周立档 随便乱画 所以都养成了 他喜欢画画的习惯这样子 他给他奖励 每次都给他奖励 这次得奖很高兴 全家都很高兴 希望他继续下去 这个单位继续主持下去 我们年年得奖 我画了美术馆的奖项 我得了中年级金牌奖 我很开心 就是因为兴趣的关系 我喜欢画画 我画了这张我的美术馆 我得到了金牌五的名次 然后得到了非常丰厚的奖品 心情非常的开心 英格区长师明慧表示 呼应即将在111年完工的新北市立美术馆 今年以我的美术馆作为绘画比赛的主题 看看小朋友们对美术馆的期待是什么 也为日后三英艺术城奠定基础 那我们新北市立美术馆即将在111年9月即将完工 那我们小朋友在这个艺术之都如何创造想象 让我们的我的美术馆是一个怎样的成立 我们需要汇集小朋友的想象力 英格创意规划比赛的推手洪家军议员说 孩子们的创意无限 透过画画也让我们了解孩子们的真正需求是什么 因为我们新北市立美术馆就落脚在我们英格 我们期待透过孩子的一个视角跟想象 能够共同一起来去 共同来去关心这样一个议题 当然能够进而发掘他们在美术这方面的一个 你知道兴趣跟潜能 今年的比赛最特别的是 有三位里长阿公陪同孙子孙女来领奖 看到孩子们的绘画能力受到肯定 阿公是既觉得骄傲又觉得开心 记者沈金华新北采访报导 最近气温骤降为了不让引发长辈躲在家不出门 新北市永和区永珍里里长薛灵雅 邀请里内长辈出门做运动 阿公阿嬷们舒展筋骨 不只为了健康也很快乐 随着音乐摆动身体 阿公阿嬷们在老师指导下拉筋伸展 永珍里里长薛灵雅也在队伍中跟着做运动 为了响应新北市政府的银法照护政策 薛灵雅说礼上有成立一个关怀据点 会定期举办健康讲座以及运动课程 希望长辈越活越健康 那每个月呢我们都会为长者办一些健康讲座 以及肌耐力的课程 那每一个月的大概月中的时候 我们举办的时候都受到长者的欢迎 所以我们报名都非常热烈 希望就是说我们用心的经营 关怀据点呢 可以带给长者更多的健康 虽然天气很冷 但长辈们还是穿着外套坚持出来做运动 他们说每天待在家也不是办法 出来动一动暖暖身子反而比较舒服 还能学个一两招回家自己练习 对于里长的用心 长辈们都给予高度支持 直说只要里长办活动 他们一定二话不说马上报名 我们现在天气冷了嘛 今天教我们一些软身运动 让我们的身体更活络更健康 我们永生里里长非常热心 每个月都有办一个健康活动 我觉得非常好 受益良多 回去也可以抓紧那个机会 这样子每天练一练 里长学林雅呼吁民众 养成良好运动习惯 就是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不管费气如何都不能懈怠 这是要大家出来运动反应热烈 很高兴大家都懂得照顾身体 为了还会持续在里内努力经营 新北总健康战 新北市政府强力推动里环境认证 地方里长除了维持环境整洁 有的还会彩绘墙面美化社区 在中和区符合里的彩绘墙 更是特别以恐龙为主题 深受大小朋友喜爱 一只只的恐龙让人仿佛来到 侏罗纪公园 符合力的彩绘墙吸睛程度大爆表 里长简建祥表示 彩绘墙面是里环境认证一大指标 为了打造出与众不同 能吸引民众来拍照打卡的彩绘墙 特别请张志豪议员争取将近 10万的经费请专家来绘制 新北市议员张志豪更预告 里长之后还会加装造型LED灯 让墙面更丰富精彩 明年若还有经费 也会争取完成整片无强的彩绘 因为彩绘在我们的里环境 也有加分的项目 然后我想说其他里都有 我里内也没有 然后我就去向 请那个张志豪议员来协助 然后来拨经费 然后我就把它做一些恐龙 然后我想打 就是打造人家说的知名的地标 让一些小朋友都来打卡拍照这样 里长后续也会争取LED 让夜间可以照明 让这恐龙在夜间也非常的明显 那在明年的时候呢 如果有这个经费 我跟里长也会持续来 希望可以让整个 我们可以看到这整面墙 目前只有一半嘛 我们期待明年如果有经费到位的时候 可以整面墙都把它做起来 生动的恐龙彩绘墙 另经过的民众大感好奇 拿出手机请人帮忙拍照 有民众表示 最近常常看到有人来这里拍照 独特的墙面真的很难让人不喜欢 看到社区有这么棒的改变 也让他们倍感荣耀 住在这里这么多年 那这边有了一个新的改变 那让我们住在就是经过这里的时候 都会想要停留下来打卡拍照 或是像小朋友经过看到的时候 就会喊妈妈恐龙恐龙 小朋友就会来想要摸一下 然后拍一下照 让这个我们原本这个老旧的社区 变得更活泼然后有趣 大人看了也很开心 那现在常常看到很多人经过都会打卡 大家都觉得这个社区整个活落了起来 里长简建祥表示 当初设计的时候就希望做出互动性 像是恐龙脖子上的绳子 民众就可以做出拉着他的动作 也可以自由发挥各种拍照方式 恐龙彩绘墙面详细位置 在综合区中山路二端131向6号 民众不妨亲自来体验隐藏巷弄的野性与童趣 点亮符合礼 再来 记者张云科新北报导 感谢您收看众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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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压力 防止 低众 压力 防止 转型 模式 转发 压力 等待在转型上 筷子尾巴门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